这是一台全新设计的小主机 不但拥有超级大满关接口 和PD供电DP显示信号一线通 而且它还拥有5寸1080P高清可折叠触摸屏 相当惊艳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AMD Rhinom AI9-HX370CPU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All-Star天背G-Flame370 天背这台装置AMD Rhinom AI9-HX370CPU的小主机 最大的特色就是 拥有一块5英寸1080P60Hz的高清触摸显示器 这比以前天背GM12 Pro配置的副屏可大太多了 也可用太多了 那么大家喜欢这台带1080P高清屏的迷你小主机吗 天背G-Flame370 装置AMD Rhinom AI9-HX370 4个Rhinom大核 8个Rhinom小核 12核24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AMD Radeon 890M核显 可拆卸DDR5内存5600MHz 双PCIe 4.0X4的NVMe SSD 三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7 后置奥克林的接口 5英寸高清触摸屏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配件都在这了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49V 6.32A 一共120W公率 黑色铝合金机身 正面是可折叠的1080P高清显示屏 左下这是带指纹识别模块的电源开关键 机身接口 前面板 耳麦接口 双USB 3.2Gin2A口 全功能USB4接口 可以PD输入和DP显示信号输出 机身麦克风 系统浮为键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可以PD输入和DP显示信号输出的 全功能USB4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满血的HDMI2.1接口 后置板载 奥克林克接口 USB 3.2Gin2A口 USB 2.0接口 双侧 底部和后部 还有旋转显示器之后的顶部 都有通风口 卸下脚垫上的4颗螺丝 轻轻挑开底盖 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底盖上有给内存和SSD散热的系统风扇 双DDR5内存插槽 一组2282的M.2PCIe 4.0X4的NVMe插槽 另一组4.0X4的插槽 这是联发科MT7925WiFi7无线网卡 我们给这台准系统装上两条DDR5 5600MHz内存 一块2T的PCIe 4.0X4的NVMe SSD BIOS里首页可以看到 32G内存 5600MHz 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最大32G 这里可以修改性能释放 有安静 平衡 性能 以及手动 四种选择 我们选择了最强的性能模式来测试 这里可以选择整机峰值性能限制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显示器BD输入和DP信号一线通了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跳直线跑在65W 整机功耗跑到94W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3.9GHz 我们单烤了一小时 10W25度的情况下 CPU最高温度80度 SSD最高温度44度 这散热算很不错的 我们用天背Gflap370mm主机的Ryzen AI9HX370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8分20秒 共计500秒 500秒算是我们的X86旗舰核显迷里主机的好成绩 排出了7945HX MAX Plus 395和275HX 这几块超多核CPU之外 它排名第三 CPUZ多线程9263.9 单线程807.9 多线程排名X86旗舰核显迷里主机的第四名 能和它相比的只有285H和其他家的HX370 GIGBENG5多核15200 单核2184 多核成绩排名X86核显迷里主机的第二名 仅仅次于285H 比M4Mac mini都高不少 GIGBENG6多核14787 单核2959 多核成绩和M4Mac mini接近 CityBENG223多核22978 单核2037 多核成绩排名X86旗舰核显迷里主机第三名 单核前两名差别微弱 CityBENG2024多核1238 单核120 多核成绩为X86旗舰核显迷里主机的第二名 PASMAC多线程39109 单线程4264 多线程成绩为X86旗舰核显迷里主机的第三名 综合上面的比较 天背GFLAB的AI9HX370 多核成绩排在所有X86核显期间迷里主机的最前列 当然这是在Max Plus 395和275HX这些超多核CPU之外的 然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1819887 CPU得分1109269 我们给RAZEN AI9HX370运行OpenW测试 AES888127 XX20 111311 CORMARK 690318 CORMARK成绩和其他HX370接近 我们来打游戏 低频线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100帧左右 复杂场景80多帧 路况安全时转向 低频线41080P超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全程90帧左右 古墓丽影暗影1080P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46帧 荒野W2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46帧 英雄联盟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10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战斗起来 接近60帧 黑神话悟空 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自定义画质 超财 开到50 开启增生层 最后结果是71帧 实战以下 最后大团战100P马 3102 1 1 1 傻估计赏 许候 向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Radeon 890M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最高85.8度 SSD最高446度 锐层座显存最高79.2度 接着跑一下3DMark Time Spy 3467 FileStrike 9429 Steel Loman Lite 25.20fps 稳定度测试以99.1%通过 列表看一下 Time Spy第一Intel 285H 185H FileStrike超过了Intel核显 Steel Loman Lite和285H 以及其他家的HX370差不多 跑Lama 3.18B大模型 还是探测试色变成问题 15.03TOKEN每秒 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2GB显示信号 USB4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2GB显示信号 连接锁力OI电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PCR444显示信号 Radeon 890M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硬结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流畅播放 我们自己安装的硬盘测试 接近7100兆B每秒 这是PCIe 4.0X4的最高速度 USB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B每秒 这是不错的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而且此时另一USB4接口 接入了高刷显示器 我们这两个USB4接口没有兼容性问题 WiFi6下无线网络测试 这次是联发科MT7925WiFi7无线网卡 跑到了76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WiFi6无线网络环境中 不错的无线性能了 天背G Flip370 它装置了AMD Ryzen AI9HX370CPU 在Windows下的性能释放式65W 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没有超过105W 120W的内置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343.9度 SSD带机温度41度 不高啊 生产力测试CPU100%的时候 机身46分贝 放到耳边位置只有39分贝 天背G Flip370 它装置了AMD Ryzen AI9HX370CPU 出厂65W的功耗释放 CPU性能排在所有X86旗舰核显小组机的前列 它不但拥有超级大满关接口 两个USB接口都能够同时PD输入和DP显示信号一线通 它是一台很难过持的小组机 它有双2.5G网口 可以做软路由 它有满血的HDMI 2.1接口 可以做最高等级的HTPC 它有Oclink接口可以外接显卡屋 最特别之处 它还拥有一块5寸的显示屏 不但可以显示本机的运行状况 还可以通过触摸来控制本机 那样也就可以不外接建树 来作为网络控制中枢了 缺点吗 仍然是价格 目前市场上所有的AI9HX370小主机 最大的缺点还是它们的价格 只不过这台小主机同样的价格 你会拥有一个小的1080P高清显示屏 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总结一下 天背G Flip370装置Ryzen AI9-HX370 出厂65W的性能释放 处于X86旗舰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散热精英都优秀 满血全功能USB4 能接入PD电源 可以达成显示器一线通 装置具有强扩展能力的Oaklink接口 接口兼容性超级完美 天背全新的设计 给我们带来了1080P高清触摸屏 这是一台有优良做工 接口完美 性能登顶的旗舰迷离主机 如果价格便宜下来 它将是一台非常值得购买的全能旗舰 另外 G Flip是一个系列 除了有稍贵的HX370以外 同样的带1080P高清触摸屏的造型 它也能装置AMD Ryzen 8845HS 和英特尔Ultra 125H和155H 大家喜欢的话 也可以考虑更便宜的这几款产品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